6月19日,庆祝建党95周年献礼影片《大火种》在京举行了手运礼。 国家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洪森,影片援助作者铁刘、朱燕、白薇、王宁、张梦迪、沈浩出席了活动。 主创们不仅分享了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,还与现场观众一起观看了影片。 您的年代,从心理环境上,跟演员来说都是一个挑战,从个人的表演收获上是非常大的。 对,非常大。 本身对我们也是一次拍这个电影,也对我们就是一次很好的教育,建党95周年的一个献礼。 这个在我党成立初期的那些老前辈做出的一些牺牲,对我们后来这些人教育是很大的。 《大火种》取材于真实事件,根据《铁流》、徐景庚融合2014年度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《国家记忆改编》。 影片再现了当年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如火种般在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间传递的感人故事,表现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畏牺牲,反对压迫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。 哭流娱乐,北京报道。 哭流娱乐,北京报道。